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欢迎你走进我们清华大学末科课堂 今天我们讲唐宋词奸赏的第26讲 讲星期节词 星期节是我个最名的词人 是宋的写作词最多的作家 下面看他这几幅图片 这是星期节的宁谱 这是我变得李清照和星期节的权劫 星期节源自贪腐 后盖自幼 中英以后必好假选之事 宋的山龙洞禄 激南府 历城西人 也就是新来激南市的历城区 遥强争 师奉扎成人 星期节生于宋高中 少兴四年 五有丑色热的茅士 古代人啊 你出生年有日 甚至私生都搞得清楚的 并不很多 但是星期节啊 竟然能够说得这么清楚 他的高族是姓氏古物 正族叫姓杰 祖父叫姓赞 他的父亲叫姓文玉 历代啊 都是一个族观的家庭 他的父亲时的脚早 他从小跟祖父长大 星期节第一生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他出生 到22岁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他的在能先去 后参加耿尽奇异阵的这一段 这一段啊 他有一段叫离奇的经历 我们后面在分析他作品的时候会讲到 他的第二期是难度初期 从162年到181年 有讲经20年的时间 这20年是他是周冠的时期 他呢 其后担任过很多较为重要的周 第三时期是181年到1203年 其后夸22年 是他闲置代福和阴山里 朴泉的这一段时期 这一段时期啊 在星期节的一生中 时间很长 这一度时间留下的作品也最多 第四个阶段是103年到107年 虽然时间相隔很短 但是就留下了许多爱国的接触 所以这是他晚宁再起 是的 假设星期节的身体要比较好 也许整个难送的历史都会改写 因为让星期节去智慧跟经人作战 他这样的是有着凶财大料 又有带病的十几经营的人 他去了早年 参加跟经人作战 带到五十几到跌的准营里 去护照叛徒掌握过 而他还把很多投降了的 骑士兵们重新带回来 这一段传奇的境内 他后期呢 又曾经在 湖南安武士人上 顺利恢复罪也有代表的经验 而在他安武士的职务 本身也就是带有关军队的职责的 星期节啊 是正能以打仗的降临 如果他能在参与开戏白发 也许能扭卷证据 国家的历史有可能改写 当然他也可能鼓掌难民 并不一定能完全扭卷诗句 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了 历史是靠假设是不行的 星期节的词 只管感情很浓烈 他的内容扩大 机材托款 以至于到无语不口语 无事不口言 这两句话 本来人们是用来评价俗色的词的 但星期节的词的题材 甚至比俗色的词更开拓 特别是把甲骨子恒的作品写到词里面去 成为我国历史上写爱国史词最逗的作家 第三他语音技巧的开拓 星期节的词啊 在语音技巧方面 也比起秦碑的作家 有很大的托载 把许多民间的语音都用到词里去 二天呢 他写了很多农村题材的作品 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星期节的词 许写力度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日情 情述 装置难筹的悲愤 在南宋上层统治集团里 求如推向进行记录和批判 也有不少银人主国喉善和农村集裁的作品 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就数量来说 星期节的词啊 在传颂词里 纯词六百二十九首 是宋代词人当中 造评数量最多的 这一点 比起其他的作家 都要读出很多 几乎读出一倍以上 不过星期节有六百二十九首词 宋代词坛上 没有五百多首四百多首的词人 再下面就是苏东部 三百五十多首词 作为一个大词人 星期节的词啊 虚得豪方的特点之外 他实际上 艺术风格是多样的 以豪方为主 日清洋夜 慷慨悲壮 不离雄口 所以以俗色并成俗信 当的词销研究家 吴世昌先生 认为鼠色的词里面 真正属于豪方的作品 只有二十几首 而更多的是 矿带的作品 而星期节词里面 堪称豪方的作品 就相当之多 真正的 而更具有豪方 风格的 是星期节 星期节 星期节的词啊 并为家宣 并为家宣长端之 家宣兵典节 如今啊 这家宣兵典节 都保存完好 当今 研究星期节 最著名的专家 是北京大学 历史系的 邓王明教授 邓先生啊 并的 新家宣 四季教授 以及 他并的 星期节 四孔草群 星期节 新家宣典 音谱 都是有深厚的功力 取得了 最大成的成就 邓王明先生 跟我有十多实行往来 我在 比 这个 唐聪词 建厂资兵 以及 后来 比埃国师 建厂资兵 等等 十七件 都跟邓先生 有个 十多往来 邓先生 对我 教育很大 可惜 老先生 我来到北京的时候 老先生 已经不在世了 如果他活着 我估计他的年龄 大概应该在 一百零五岁左右 星期节的词啊 间接的受到 俗词词的影响 俗词呢 只对星期节 有间接的影响 他又通过联合渠道 受俗词的影响 一个是 俗词的词 影响到 吴季和蔡宋年 这两个是 近代的代表作家 因为吴季 是米妇的女婿 米妇 跟俗词家是亲戚 吴季后来 确实经过 被经过人扣下来 而留在警察周关 吴季后蔡宋年的风格 比较接近 号称吴季 蔡宋年呢 想传是星期节的老师 星期节后 党怀疑是蔡宋年的学生 尽管呢 这个资料 只有骨子 政治不是很做 但小学界对此 并没有太多的怀疑 这个俗词的词词 影响到难度此人 难度此人 有自己影响到星期节 这样呢 我们画了一个 拎接了对焦性的 一个矩形 这个平行四笔形 或者叫矩形 对星期节的影响 俗词对星期节的影响 其实比较清楚 星期节词啊 也有些缺点 也是受宋式的影响 多于散文化 只要议论太多 第三呢 雕塑呆的毛病 就是用点太多 有的时候用点 并不一定读很听话 这一点呢 正是宋式的三个缺点 宋式以文为识 以议论为识 以财学为识 这个星期节的词啊 正具有宋式的这些特点 但是呢 学音这是缺点 是它的不足之趣 但是它并不像宋式那样 在这三方面 影响那么大 所以星期节的词啊 艺术上 还是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星期节的词啊 这代人给予他结构的评价 实际上 这代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实际上 这代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实际上 在词中作为病调 这一点啊 学习界有争议 但是我也倾向于诗古全书 总部提要的观点 词的主要风格是晚要的 作为星期节 苏东部的这些风格 是一种变格 但是变格并不是不重要 在词内 这个豪方的风格 毕竟是少数 星期节的词 尤为义准特起 在景洪可吹之外 依然比例一种 以至于对后代的词 包括藏后词牌的词 以及我们新党代的词 都有很大的影响 后世人对星期节的词啊 都给予高度的评价 像清朝的那个阳县词牌 陈维颂等人 就受星期节的影响较大 彭春雨的景书词华说 家宣之词 雄游万卷 别无典臣 激昂排荡 不可一词 刘克壮也说 拱手作 大胜唐塌 小胜啃宏 恒久落后 扫孔万古 只有昌盛以来守乌 其勤迷 其力迷迷在 也不在小言晴郎之下 王国伟也说 南宋词人 白色有歌而无情 寄难有其要翻云 其堪与白宋人 虚行者 唯一有碍尔 在南宋词人当中 数量是远远超过白宋 作品更是超过白宋 但是呢 真正能跟白宋 像蜀舍 以及秦冠 刘云 周邦印这些打架 相比的 只有 蒋博社和 陆游 当然 但是呢 真正能赶劳上他们 甚至超越他们的 只有星期节 当然要超过蜀舍 还是很难的 关于星期节的审评 和他的实力总的特点 我们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你 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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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